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决策器该如何使用 前面咱们写过一个任务的例子 就这个例子 当我们需要指定某个条件 然后才能进入下一个step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这个on的方式 对吧 你看from on 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当step1执行结束的时候 然后呢才能进入step2 是吧 同样step2 completed了 结束了 然后呢才能进入step3 像这种方式呢 我们通过on指定的是一个什么 指定的是一个条件 那么这个on里边的条件呢 指的是这个step的一个状态值 也就是我们定义step时 它返回的这个值 是吧 status一个状态值 那么这种条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如果我们指定的这个条件比较复杂 那我们使用on 这个就满足不了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什么 使用这个决策器 来指定比较复杂的条件 当满足了这个复杂的条件的时候 然后再执行下一个step 那么对应于决策器啊 这是它的接口 叫job 一个execution deciber 同样 我们还是结合着具体的例子 来看一下 怎么使用 我们在这个config下啊 再写一个class 比如说呢 这个就叫决策器 是吧 决策器是decider这个单词 decider 然后demo ok 同样啊 这个是configure solution 这样来 enable batch processing 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注意 出入stop builder backtree 然后需要 出入step builder backtree 加入啊 out of var 可以导入一下 那首先呢 咱们创建 创建 step啊 咱们先创建 step b public step 比如说这个就叫 decider demo step steider ok 咱们需要用step builder啊 来创建 step .get 名称 再 然后是 咱们还用task let吧 new 然后task let 好 ok 最后别忘了 builder一下 我们还是写一个 简单输出的功能 输出一下 这个 嗯 就输出它吧 返回一个状态值 repeat status 这样finish的 ok 像这样的step呢 比如说我们再创建两个 比如说这个是step2 嗯 那这个呢 咱们让它输出呢 这个 even这个单词 偶数是吧 再来一个 step3 这个呢 咱们让它输出 第一处 好了 我们现在创建了三个step 接下来咱们创建 决策器 啊 决策器 肯定是一个对象了 对吧 那既然是一个对象啊 加上b public 那决策器 刚才说了 它实现的接口是 job 一个execution decider 所以说 这个 我们 这个返回的是一个 实现了job 一个execution 然后是 designer 啊 返回一个实现了这个接口的 一个决策器对象啊 比如说叫my decider吧 ok 导入一下 那么我们调用这个方法 那就得到一个决策器对象 是吧 嗯 那这样啊 这个决策器 因为这个条件是变化的 那肯定这个决策器需要咱们自定义啊 所以说 比如说 这个决策器对应的类 就叫mydecider 很显然 我们需要自己去定义一下 这个决策器 是个对应的类 这个class啊 叫mydecider 好的 那下面咱们去创建一下啊 这个决策器 class 就叫my decider 那么它作为一个决策器是吧 这也就是那个决策器的对应的实现类 那么它肯定要实现这个决策器相应的接口 啊 把这个接口实现一下 也就是job 一个 然后decider ok 那你看一下 这里边 接口中需要实现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叫design 是吧 决定的意思 决定 那么我们满足啊 这里边啊 需要满足的那个条件 我们在这里边啊 在这里边来指定 然后呢 在这个任务当中来使用这个决策器 比如说啊 我们自己规定一个 嗯 假设有一个变量啊 如果变量的值啊 是偶数啊 我们就返回一个值啊 如果是奇数呢 我们返回另外一个值啊 通过这个返回值来 这个作为这个什么 作为一个决策器的条件啊 那所以啊 我们在这里一个count成员 每次呢 它的值加加 那判断一下 如果count和2的余数为0了 那这个时候 咱们返回一个 这个我们使用一下 flow一个execution status 我们返回一个状态值啊 这个比如说返回偶数 返回偶数啊 这个里边用什么 用它啊 接下来 否则呢 咱们返回一个基数 od 那也就是说通过判断这个count值能不能备二整除 是吧 然后相应的返回偶数或者是基数 ok 这是我们自定义了一个决策器啊 这个你就根据实际需要 然后自己去实现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到了这里边啊 我们通过调用这个方法就得到了这个决策器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创建 啊 创建任务是吧 决策器肯定是在任务当中使用的 啊 这个通过这个决策器来决定是吧 执行哪一个step in public job 咱们就叫什么 这个叫desider 是吧 desider demo job 来看一下怎么使用啊 我们创建一个job 使用job builder job builder 然后这个名称 ok 然后接下来 stop 那么这个 这个任务啊 他执行的第一步啊 咱们规定是step1 是他 先让他执行step1 这个时候呢 咱们没有条件是吧 先执行step1 但是接下来是执行step2 还是执行step3 咱们就根据谁啊 根据这个决策器来决定 啊 如果决策器返回的是偶数 返回的是even 那么咱们就去执行step2 那如果这个决策策器 那如果这个决策器它返回的是out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去执行step3 那这个怎么实现呢 是吧 你得根据决策 让你 根据决策器来决定 来 继续往下写 那这个是什么 用last 然后这个是我们要获取到决策器对象 那么它返回的就是那个决策器对象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现在用上决策器了 所以再接下来 from my decider 然后 注意 还是用on 如果这个决策器返回的是什么 even这个单词 这个偶数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让它去执行 执行谁 执行step2 它这个输出的是even是吧 我们就让它去执行step2 这就是决策决策器的使用方式 啊 比如说判断一下这个决策器的返回值是不是这个值啊 因为这我们这个一个是even一个是old 那这个时候就让它去执行step2 对吧 那如果 它返回的值是old 那这个时候咱们去执行step3 这就是决策器 啊 由决策器的返回值来确定我们去执行哪一个step OK 那么再看一下这种写法 from 什么 这个是 我们step2 我们 大家想一下 首先这个决策器啊 它要加1是不是啊 应该先执行的是基数 是不是啊 执行的是old 那old的时候 这个时候 应该执行的是step3 对吧 所以说呢 先执行的应该是这个step3 对吧 那在这儿呢 那在这儿呢 接下来 我们就写它 因为肯定先执行它 那step3执行了 from 这是step3 对吧 那么执行完step3之后 啊 无论它返回什么 写个新号 就是这个意思 执行step3的时候 无论它返回什么 怎么样 我再返回到我的决策器 推一下什么意思啊 decider 我先把最后这个什么 写上啊 按的 结束了 到这就结束了 然后bo的一下 我为什么这么写啊 大家看一下 因为咱们这个 大家想一下 这个去判断这个决策器 决策器首先返回的 它先加1是不是 加1之后 这个是肯定返回的是ODD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去执行step3 那看着 肯定肯定的 这个是吧 执行step3了 执行完step3之后 啊 因为它满足的是返回 这个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就这样 没有这一行 当然也可以是吧 因为这个啊 这个 返回它 那执行step3 执行完step1 执行step3 执行完step3之后 就结束了 那咱们如果把这句话 加上呢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step3 啊 这个这个执行step3的时候 无论它返回什么 啊 无论它返回什么 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到这个决策器 那是不是就回到这了 回到这的话 它是不是又继续往下执行 又继续往下执行 这个时候 这个决策器 它返回的就是偶数了 返回的是偶数了 是不是就去执行step2了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加上这句话 那它就会 还会去执行一下 step2 否则呢 它就直接摁了 对吧 那么看一下 我们又回到这个决策器之后 它这个决策器返回的是even 然后去执行了step2 对吧 执行完step2呢 然后就去end 然后结束了 所以这个信号表示什么 无论返回什么值 我再回到这个决策器 回到这来 回到这的话 是不是又继续往下执行了 好的啊 就这个意思 那现在呢 咱们这个决策器啊 咱们就 这个例子就写完了 下面呢 咱们运行一下 out和even 因为这个条件 还是比较简单的 是吧 咱们能自己算出来 所以说 你看一下 它先执行的step1 是不是首先是基数 然后输出的是out 然后是偶数 是不是输出even了 好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决策器的使用方式 啊 决策器的使用方式 这一讲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粉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